金水樓是有名的江澤菜 這間是他的淮林店 感謝朋友請我來這裡吃一餐 小菜看起來就不錯吃看了 這條卡丁在做蔥油餅 這是蔥油餅 好來看 這是蔥鹿小籠包 蔥鹿小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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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嚇人喔 還不會很貴比較高 這個叫什麼 這個是胡麻丘櫃 胡麻丘櫃 很有熱色 這什麼蝦 這什麼蝦 間線 間線 小草 這個來看看,九層塔口味的小籠包 哦,九層塔,很厲害 他應該沒有 堅水樓是南橋化工的陳飛龍,他所獨自的 聽說本地是一間燙燙,但是他做的小籠包很好吃 陳飛龍的小兒子,知道後來就跟爸爸說,兩個才開始做 芙蓉是蛋白的部分 對,它是用蛋白的部分,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那個醬汁 它是處女泉原本我們煮的鍋子中,它分泌出來的醬汁 所以是它的油味,所以它是非常的鮮美 你們等一下吃法,你可以先試一口蛋白,我們吃它的芙蓉 然後再吃我們的香蕾,然後再一起吃,它的味道會非常鮮美 宋少魚根 對,宋少魚根,它的肉啊,魚肉,我們是使用多利魚的魚肉 那多利魚的魚肉,它本身的味道會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我們上面會撒一點紅醋,然後會加入火粉碎在上面 然後跟我們的香蕾去提升它的味道 那香蕾的話,我們是用切煮,接通拿去,然後一起做煮的 所以它的味道還蠻鮮美的 這個我叫做奶黃玉露糕 玉露包 玉露包 嗯,這間確實不錯吃喔 謝謝